看看新闻榜 现在这年头啊 估计有手机的都有微信 有微信的呢 都一定有朋友圈 其实我一直在想啊 这朋友圈的真正功能是什么呢 难道真的是朋友之间联络感情吗 绝对不是 说到底啊 这朋友圈就是一个晒字 晒美食 晒美衣 还有各种各样的晒恩爱 晒幸福 那护上名媛们的朋友圈里 都在晒些什么呢 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下 每个人的朋友圈就是他的自媒体 晒美食 晒时尚 晒心情 今天我们来到 爱你爱美丽的录制现场探班 这一集他们录制的主题就是 名媛们的朋友圈 借此机会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朋友圈里的秘密 我们今天在现场呢 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不同的女孩子 他们朋友圈的一些趣事 有一些女生居然告诉我说 他们有的时候 po的那些在国外旅行的照片啊 他们吃到什么好吃的餐厅照片 会被人倒图 然后倒了图之后呢 就会又有他们另外认识的朋友 重新发 说这是那个人 他自己又去的哪里 然后我们的这个女生就会说 啊 这不是我的那张照片 上面还有我的行李 当然 明月们晒的最多的就是时尚了 不过都是比较罕见的限量版 比如这款爱马仕的Broking 这两个就是经典新的颜色 7W跟那个EK组织绿 那他们两个都是金口 是比较难拿的 像我们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是VIP 然后我们买的较多 然后大家就会就是帮忙 因为从在欧洲啊日本啊 然后香港之类的 我们都可以就是资源比较多 在收这些包包 因为他们还有一些配件 像这个桌子 他们家的桌子 那可能我们就是 如果说你多买一些这些东西 然后保持一个好的消费记录 让他们可能这个包包 会给得你快一点 像这款爱马仕的Broking包 在法国专卖店的价格 是6万元左右 不过基本上你要等上一两年 也不一定能够拿到货 而网上搜索了一下 转让的价格就要10万块 这么稀有怪不得值得拿出来晒 除此之外 神通广大的名媛们 还能够买到电影电视里的道具 来自欣欣的女 一模一样的款 对 是同款 是那个女主角 那个千松一备的 因为我就是看那个剧很喜欢 所以我就买了 因为博卫现在很流行 背的人也很多 所以我就会挑一些 比较特别的款来买 我跟Chanel的PR订的 因为他们会帮我留下来 VIP客户保留一些秀款 限量款 然后呢 其他的他们都会给 给明星提供赞助 或者是给电视剧那种 比较火的电视剧提供赞助 就是比一般的博弈要贵 一般博弈在国内可能卖2万多 这种秀款的就是卖4万多 但是有钱也必须买得到 对 对 它限量的 有钱买不到的还有这块劳力士 每看一个牌子的秀之前 我其实会去他店里先看一下 就是以示对那个设计师的尊重 就穿他们的东西去看秀这样子 对 大概看就是很比较自信的 对 它的樱花 因为我觉得就是跑秀场蛮辛苦的 然后如果可以穿实装一点的球鞋来配 就是会令女孩子不那么辛苦 这双新款的几番习运动鞋 价格是6700元 网上代购也只剩下最后的七双了 所以别说是还价 能买到相应的尺寸就已经是不错了 名媛们的朋友圈 除了有这些稀有的时尚单品之外 还是一本时尚的百科全书 可以让你认识到很多牌子 新款春夏的 就是它很适合出去参加派对 或者是晚宴 这个红底鞋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可能穿起来并不是很舒服的 但是呢 它的材质会很 这双会很舒服 因为前面很软 是透明的 然后又有今年的流行元素 像这种水晶 散钻 所以整个看起来会很闪 这双可以配那个T恤 对 皮脂很休闲 也可以穿 可以傲造型 渐变的颜色 它也是一种非常闪的面料 这个牌子叫做Christine Loverting 因为每双鞋子都是红色的鞋底 顾名思义 它就被大家叫做红底鞋 它最出名的就是夸张的 卯钉系列 非常具有设计感 不管是好莱坞明星 还是时尚潮人 都是它的用户 很多限量款的鞋子 都会引发潮人排长队去购买 现在在上海也有专卖店 一双鞋的平均价格要一万元 而在欧洲买的话 基本可以便宜 30% 就比如说像Nikolas Kirkwood Kirkwood是拿了最佳鞋旅设计师 大奖的一个设计师 然后好莱坞很多明星也都很喜欢她 像是Katy Holmes 还有Sarah Jessica Parker 这些非常喜欢鞋子的女明星 也非常喜欢她的设计 14年最新的 然后Kirkwood它的设计就是 它很搞怪 它不会走寻常的优雅或斯文路线 它就会走一些像是几何的鞋跟 或是说揭拼色系 因为很少人 因为很少人 其实做颜色的揭拼以外 不太会做材质同时的揭拼 它其实颜色跟材质 两个方面的揭拼 所以它蛮特别的 然后这个牌子 它的鞋轩非常的舒服 所以说高跟的平跟的都很好 这个鞋子其实 没有贵到离谱 5000到1万多都有 Niklos Pickwood 毕业于英国圣马丁学院 被誉为鞋履界的米开朗基罗 它设计的鞋子不但具有艺术性 还非常的舒适 看完了名媛朋友圈晒的这些时尚单品之后 我们节目组还是要说一句 我们鼓励大家力所能及的理性消费 千万不要盲目地追求奢侈品 其实有很多名牌 都可以在海外的购物网站上代购 比如这家名字叫做 Net Porter的购物网站 上面品牌很全 而且购买心仪的时尚单品 还可以便宜很多呢 好 看完了名媛们的薪水宝贝 是不是你也有些蠢蠢欲动了呢